至于十点不一样精选要来关注台北市的贫富差距是六都倒数第二滴 主机处统计去年台北市平均每户家庭可支配所得是144.4万元 在居全国各县市之冠 台北前年增加了1.4万 但同时台北市拥有全台最多的低收入户数 同一所城市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 这个房子它里面的设计大概就是11平到14平 61岁的田先生向我们介绍这边的环境 每一层就左右的话共有两户两户四户 会住在这的大都是社会底层 田先生过去是职业军人 36岁退伍后退休奉权因为投资而赔光 太太十年前过世 她独立抚养五名子女 家庭成员比较多 每天的三餐其实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了 如果说像正常的外面在租房 所得的收入一定没有办法之一 最小的两名子女还在就学 其他的已经在工作 田先生心中还有没放弃的梦 如果有能力 当然希望是拥有自己的一个房子 田先生就是在这个社区养大他的五个小孩 1970年代政府为了辅助弱势 新建平价住宅提供给低收入户借住 台北市文山区的安康平宅 就是最大的低收入户聚落 政府提供弱势居住的安康平宅住宅 被称作台北市最后的贫民窟 为了让住户有机会能脱贫 社会局也提供各种援助 在地方政府的角色 它当然就是对于我的弱势 它要有个基本的生活的保障 那我们大概有比较大的三块 一个是提供生活补助 在台北其实居不易 所以台北的居住辅助是早于其他县市很多 那早期的时候是用平宅去协助 然而有社会团体2018年进入社区 陪伴这里的孩子 多年下来看到了巨大的武力感 他40年过来 他反而产生一种福利依赖 长期住在这里的人而已 我去认真工作 我可能今天补助立马就被取消 然后我可能要面对到 除了是补助取消以外 还有就是高昂的租金 因为这里的官员费 其实非常的便宜 对那等于其实在这样的状况来讲 他要脱贫的动力很低 因为我认真工作 我可能过生活跟现在差不多 但我不认真工作 我习惯我透过补助福利的方式生活 其实好像也差不多 还比较轻松 那我觉得这会影响 这个风气会影响到 就是下面的一代 因为像我们自己陪孩子 就曾经有孩子开玩笑说过 就是我妈跟我说 我把腿打断 有手册就可以领补助了 繁华台北市存在这样的角落 根据卫福部统计 台北的低收入户 达21909户 是全台最多 其次是台中的2398户 第三名则是新北的1.8万多户 用社会救助法 它的标准是用可支配所的中位数的 那个计算标准来算 台北市它其实就是可支配所的 它本来就是比较高 除下来它的中位数 它其实就会偏高 那我的标准其实就会比较高 但它其实是户数增加 其实它人数还是减少的 台北市平均每户家庭 可支配所得是144.4万元 近五年来台北市的贫穷县 2019年是16580元 之后逐年攀升 到了今年来到19013元 贫穷和富有的拉锯越来越大 主机总处以全台美户可支配 所得高低将户数分无阻 去年最高百分之二十家庭 每户两百二十四点四万元 年增百分之一点八 最低百分之二十家庭 三十六点五万元 年增百分之一点八 差距六点一五倍 仍是十二年来新高 整个脱贫政策当然还是需要 由国家的社会政策来做前导 目前我们服务 在台湾服务四万三千多个孩子 但我们也发现说 其实我们有一些孩子的家庭 他的家庭的收入 还是不足以来支撑孩子 接受这样子一个教育的支出 甚至在生活上的支出都特别困难 贫与富存在一条跨不过的线 明明生活在同一座城市 眼里看出去的却是不同世界 TVBS新闻杨清波 王浩宇台北采访报道 而受到高龄少子化的影响 近十年来台湾的家庭人口规模 虽然逐年降低 但每户家庭总体消费支出 却不减反增 未来流通研究所就做了一份调查 发现近十年每户消费总额 成长14.7% 达到83.5万 而这当中医疗保健支出 十年间翻涨了40.4% 去年支出总额更是高达了 14.9万元创下新高 这个是我每个月支出的一个费用 那房租的话大概都是5号的时候 然后那个水电费的话 因为两个月缴一次 我都抓一下大概 单亲妈妈李小咪 独自抚养11岁和14岁儿女 每月领到薪水时 都会先列出每月固定支出项目 但算下来收入开支几乎打平 说我现在目前的一个支出来讲 因为我是租完美 也是用租的部分 然后孩子一些可能 因为下了课可能要去补习班 所以我像目前其实几乎开销是打平 单靠一份三万多的薪水 养自己和两个孩子真的很吃力 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不但生活费必须很节俭 也很难存到退休金 在2021年的时候你知道吗 四菜一汤 我那时候买的话还可以买65块钱 可是现在上菜要说从75块80起跳了 连基本的菜饭以前还有50块 现在从60块起跳 算高了 因为我觉得说你那个 每次政府只要涨1000多块 可是我觉得其他东西都 物价都一直在涨 我觉得还是这样日不复出 万物起涨 民众荷包越来越薄 根据储记总出统计 去年台北市人均月消费 33730元 在天龙国生活 十一住行育乐样样贵 平均每户家庭消费支出 更是突破百万元 受到高龄少子化影响 小家庭独居比例攀升 但每户的家庭消费支出 却逆势成长 以台北市来说 去年平均每户的家庭消费支出 是109.7万元 较前一年增加了3.1万 其实不止台北市 未来流通研究所 以近十年每户家庭消费数据为基础 发现台湾家庭人口规模逐年降低 但每户家庭总体消费支出 从2012年72.8万元 成长至2022年83.5万元 增幅14.7% 其中住宅服务 水电瓦斯及其他燃料占比最高 但医疗保健支出则位居第二 10年间翻涨40.4% 去年支出总额达14.9万元新高 主因是人口高龄化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也增加 成长里面最显著的其实是医疗保健费用的支出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台湾高龄化的一个趋势很明显 那在2025年可能就步入高龄社会了 所以说这一部分的支出 我们看到这个研究报告 过去10年大概成长了将近40% 那这个情况也不是仅仅在我们台湾 世界各国几乎都是如此 那我们对于医疗保健支出的增加 这大概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会是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准增加 大家会更去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那所以在医疗保健这个部分 就会有比较多的需求 那因此支出就会自然成长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会是 其实我们在医疗保健这个部分 有很多就是品质上面的增进 我们买东西品质好的东西 那我们会愿意更花一点钱 那所以医疗保健支出在这一块 它会不断的成长 另外在民生通路消费中 超市便利商店近十年 每户消费支出 大幅成长67%及37.5% 而宅经济健身及宠物经济 十年来成长表现也相当亮眼 不过专家进一步表示 因为必要支出增加 导致民众的消费意愿降低 近十年民间消费占国民所得比重 从2012年的54% 一路跌到45% 物价不断上涨 就算国民所得有增加 但也导致实质购买力往下滑 至2012年相较于2022年 大概有10年11年的时间 人民的支出增加了百分之十几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仔细去看 这几年经济成长的情况的话 消费支出的增加 是小于经济的增加 所以其实经济成长的速度 是比消费增加的速度还来得快 所以虽然我们看到消费的金额在增加 但是整个就整个经济的情况来看 其实消费事实上是有萎缩的情形 大通膨时代 民众的生活费用支出只会多 不会少 如何节省开销 维持家庭支出平衡 成一大难题 TVBS新闻 严任申 刘彦轩 台北采访报道 还有很多人常常把劳退金跟劳保搞混 其实劳退金是个人的专户 在新制改革后 专户会跟着个人移动 就算没有待在同一家公司 劳退金也不会受到影响 专家强调除了雇主提拨的6% 也可以自提6% 每年劳保局会将投资的收益 做比例分配 即便亏损 最终请领时 有两年期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一早上班 整理资料报告 还要跟同事开会 讨论专案的最新进度 52岁的江先生 工作几十年 历经过劳工退休金的 旧制新制变革 那那个时候 以我们这个年纪来讲 劳保的年纪都不算多 那在那个时候可以选择 旧制跟新制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不了解 新制还是旧制 直到前几年开始有身边的一些 进入退休的状况以后 才发现原来当时选择旧制的人 会比较有优势 劳退新制2005年7月1号上路 雇主将提缴劳工每月工资 至少6%的退休金 也不会因为劳工转换工作 或官场歇业受到影响 又部分的劳工 常年待在同一个事业单位 不合言用旧制 而到底该怎么提拨 或是请领才划算 劳退基金 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的账户 这个账户里面的钱 是由你的雇主 每一年 每个月会去提拨 你的薪资的一定比例 到这个户头里面去 自提 就是你可以自己再决定 我要额外 除了雇主提拨之外 我再提拨一笔钱进去 这笔钱因为是跟着你走的 所以它不会因为别人的情敏 而影响到你的权益 所以这个地方没有亏损风险 然后政府会拿所有人的这一笔钱 去做一个基金的操作 那如果有收益的话 会按照比例来做分配 如果亏损的话 其实当然会有账面上 这个亏损红字出现 但是会被影响你权益 其实也不会的 因为其实在你的劳退基金中 是有一个保底的机制 在新制变革上 不用待在同一家公司 该称个人可惜式退休账户 即使公司只有一名受雇员工 只要使用劳基法的劳工 雇主都得按月提缴薪资6%的 退休金到个人的账户 劳工年满60岁 不论是不是还在工作 都可以申请请领账户内的所有退休金 以下劳退新制会分为雇主提拨 还有自提两种方式 每年会有投资的收益分配 如果今年累低下来 等到你要提领的时候 是呈现亏损的状态的话 仍然会有两年期的定存利率 保证收益 在劳退金账户里由新制基金的收益分配 是台湾独有的退休金分红制度 劳保局每年3月整理基金前一年投资收益 依照个人提拨的%数分配收益到每个账户里 分配的方式就是以劳工他在前一个年度 他个人专户里每日结余金额 占整体专户的每日结余金额的比例来做分配 劳工他所请领的退休金 在收益的部分 是有至少两年定存利率的一个保障 所以我们到最后在劳工请领的时候 会以他历年来实际分配收益累计数 跟以两年定存利率所计算的保证收益数 两个去做比较 那以最优的发给劳工 虽然投资收益会随着每年的市场动荡 有亏有盈 以2022年成年来看产赔2280.3亿元 收益率负6.67% 平均每个劳工退休账户损失18227元 但从今年2月开始 劳退新制基金投资收益就由负转正 累计到7月投资收益高达4136.1亿元 收益率11.24% 等于明年3月平均每人渴望分红大约3.3万元 两年下来平均收益分配达到4.57% 所以在劳工个人专户里的金额会有包括两个部分 包括他的提早的金额 以及每一年第一年分配进来的收益 根据劳保局统计 目前开设新制个人退休账户的劳工人数 有1251万户 退休投资收益风险相对低 但却只有一成有字体 比例并不高 专家呼吁年轻上班族要提早做退休金规划 选择各种投资产品时 人得做好风险评估 台湾民众对于养生村饮法住宅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了 根据受险公司的调查 高达76.8%的民众都支持共享型的养生村模式 超过半数民众愿意入住 不过想住高档的饮法住宅或者是养生村 代价也不便宜 有的饮法宅光押金就要700万到1500万 另外有的业者依照房型大小 月租金甚至可以高达6位数 有专家提醒 目前市面上多数的安养中心 饮法宅还有养生村 是只收健康老人的 随着逐渐衰老失能失智 民众选择老后住居需要更完善的规划 主卧室窗景满满绿意 捷运站就在附近与高级住宅区当邻居 坐落于康宁医院隔壁的生活会馆 以长者需求作为设计出发点 这个门的宽度的话都是经过设计的 如果说之后我们可能脚不舒服开刀的话 即使坐轮椅也可以很轻松的到了浴室里面 洗手台高度方便坐轮椅长者使用 除了搭配扶手干湿分离避免跌倒 还被有紧急求助领安全更加分 以这间30坪房型计算不同面窗景观 月租金落在10万6到11万之间 外加每户30万押金 目前全管165间房住房率来到83% 高龄87岁的余先生在美国住了40年 2016年返台入住会馆一年多满意度相当高 我每天都会去大湖公园 走路去走路回来 这边就是小公园很多 你要爬坡也可以 走路也可以就到会馆 几分钟就到会馆 我们小孩都在国外 那就觉得说妈妈自己一个人住很不放心 交通方便 然后旁边是康宁音乐 妈妈很需要复健 与内湖社区大学合作开课 银法族都能免费参加 可维持人际互动 顺便舒展筋骨 业者观察 现在不止银法族 也有越来越多海外归国华侨 选择银法宅养老 现在最长已经住到19年了 而且已经99岁了 在这个人生最后的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难免就是会不断体力衰老的一个状况发生 那你总不能说因为他不太能自理的 我们就把他赶出去 所以我们的政策的话就是说 只要他能够找到适当的人来照顾他的话 那他就可以继续的住在这个地方 标准形泳池搭配健身课程 由受险业者投资的全铃宅 让银法族仿佛天天住在五星级酒店 像我们现在就是提供给住户 每周有一次的水士能课程 那水士能我们会请专业的水士能老师 那带住户一起在水中做一些律动的活动 跟柜台预约就直接在住家楼下 享受盐盘域独享日式汤屋 或做美容美甲美法 2020年成立的全铃宅 目前入住率六成 只要生活能自理 经过评估的75岁以上长者 付50万保证金 便可入住月租7万的两房一厅 或月租6万的一房一厅 内含免费早餐 管理费公社和住点护理师关怀服务 住房内所有设施 统统一应俱全 一个星期可以有两个小时免费的 我会请我的亲人来这边 KTV唱歌娱乐娱乐 那有时候是跟邻居一起 那我们目前如果是 以75岁以上的乐龄长辈 大概在我们三到四成左右的比例 对那其实另外我们这边 因为其实搭乘捷运到台北市 大概也是四站左右的捷运 那我们商务的客人 大概也是占我们三到四成左右 看准银法族需求 有建商也跨足乐龄宅市场 与设宅共购的银法健康住宅 由于入住最低门槛 只需月租两万多 共79户入住率已达百分之百 71岁的退休教师江月里 在这里住了三年 经常跟邻居一起做手工艺画画 但同时跟家人互动频繁 生活圈不会距离太远 有些朋友他们都刚来的 我也会带他们说 你们去哪里去哪里 怎么走路怎么回来 怎么这样我都知道 在三支这个热桃区 四四个业界全新的一个 诸瘦混合的一个热林养生园区 大概四万五千五到六万八左右 这样子 有一房的有两房的 然后这个有寒三餐 台湾迈入高龄社会 兼具医疗照护功能的养生村 老人公寓或安养中心 可说一味难求 周边产业链也看到商机 TVB的新闻 谢谢前夕 戴源丽台北报道 现在人生活忙碌又缺少运动状况 如果饮食又不忌口 小心体重确实会直线上升 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团队发现 六十岁后刻意减肥的女性 活到九十岁的几率降低百分之十七 没有刻意减肥 体重数字却减轻的女性 活到九十岁的几率 则不到百分之五十 前就指出上了年纪的女性 发现自己没有刻意减肥下 体重却往下掉 可能是健康出问题 您提到说 你的体重一直减不下来 那不知道想要请问看看 你平常的饮食有什么样 是怎么样的来搭配 我的饮食平常 大部分都是吃DGI的便当 健康便当 过了五十岁之后 让王小姐真的没有办法 忽视体重状况 尤其常运动又这么注意饮食 但自觉奇怪 体重仍然没有明显改善 我想要在我可能 中年跟老年的生活的时候 我是可以独立的生活 自主的生活不用人家照顾 所以我必须要在现在这个阶段 就好好的重视这个问题 我们常常提到 如果我们饮食 我们使用健康餐盒 这个我们还是要看看 在健康餐盒里面的成分 包含了这个碳水化合物 以及它的蛋白质 以及它的纤维 分配的比例是否呢 是要均衡 另外的话 它还有额外的吃一些大餐 或是聚餐 或是额外的点心 甚至水果过量 这些也都会影响到这个减重的效果 假如要试着减重的过程 需要跟你的医师 或者是营养师配合 必须要合并以主力型的运动 才能达到增肌减脂的作用 研究发现 对于刻意减重的老年人 只要体重减净超过5%以上 就有可能增加癌症 心脏病和脑血管相关疾病的死亡风险 那是因为老年时期体重下降 通常会伴随着肌肉和骨质流失 这可能会难以维持 适当的能量平衡 进而出现消耗症候群的相关特征 饮食部分 医师建议病人要多摄取5蔬果 但也不宜糖分摄取过量 若想要减重低碳饮食 对于很多想要减重的人来说 是一个选择 但最近有研究指出 若长期食用低碳饮食 可能会增加20%的死亡风险 低碳饮食 其实对于 一个针对非糖尿病人的 一个长期性的研究来看 似乎会增加死亡率 这在看起来 我想它应该是 针对它所替代的食物 比如说它以动物性的蛋白质 或者是脂肪来代替 所谓的低碳饮食 所以它因而引起的 我们身体里面的发炎反应 或者是氧化压力的增加 都会造成死亡率 一般的认知是 过重会增加罹患慢性疾病的风险 但有研究指出了 与老年人的肥胖悲论一致的发现 也就是BMI过轻的老年人减重的话 它的死亡风险会比过重的老年人减重还高 这可能是因为BMI率高的人 拥有更丰厚的热量和营养储备 因此我们建议老年人不要过度减重 特别是过瘦的老年人 维持稳定体重很重要 也要兼顾健康饮食摄取 我想最好的理想的饮食的习惯 还是均衡的饮食 那其中这个碳水化物 大概应该占差不多45%到55% 同时我们要兼顾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取 还有脂肪的摄取 各种维生素 矿物质 特别是铁质 钙质 等等的均衡的摄取 我想这对于我们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身体每天都需要一定的热量 来维持生理的正常机能与活动 而要摄取多少热量 这咀嚼于个体的活动量 身体状况和其他因素 我们可以透过营养师来精算 每日的营养需求 并得到客制化的饮食建议 一时提醒民众平常就应该重视饮食控制 经常保持规律运动习惯 避免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 稳定体重标准 降低疾病发生率 TVBS新闻 陈如环 张正安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